可以先搜索我的powerpoint给大家看 各位TQG的伙伴们 早上好,早上好 我是来自澳门的顾永俊 你们可以听我的分享 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我本身是说广东话 我知道应该在马来西亚的朋友都会看TVB 香港的TVB电视台 看到我在旁边有一部手机都会看到大家的留言 大家都可以给点鲜花、掌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我 在马来西亚有来过一次这么多 在疫情之前,I love TVB 很多心心无火 非常好 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故事 因为我知道马来西亚会来自不同种族的朋友 那我就用普通话跟大家分享 我的普通话是比较香港澳门腔的 所以你们就可以听得开心 我也长得放心 你们不明白都不要紧 有什么想听多一点 我就可以重复一下我的内容 希望我们的故事就可以启发到你们 刚刚我也听到我们上一位的演长嘉宾 就是泰国的双壮石 波边陆吉 我也经常听他们的分享 看他们的IG 我觉得今天你们非常荣幸 可以站在家里或者是在你们的office 就可以听到来自不同地方的嘉宾去分享 我这一半都把我一点点跟我太太在安利里面的故事 就跟你们去分享一下 这个是我跟我太太就是在疫情之前 去到亚拉斯加 就是这个叫做北极圈的外围 去到安利的海外旅游 你就看到就是在这个网面上 就是我跟我太太的IG 你就可以follow一下 可以like share跟follow 可以放我的PPT就可以了 我准备开始讲我的内容 首先跟大家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顾永俊 英文名字叫Billy 是来自澳门 我是从澳门科技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的 我也是在2019年的时候 拿到全澳门主持人 就是普通话就是叫主持 我们就C 就是主持人大赛的冠军跟最具人器奖 还有是澳门乒乓球总会的一分球员 什么叫一分球员呢 不是就是你拿了一分的意思在比赛当中 而是我在比赛当中 就拿到全澳门的乒乓球公开赛的前四名 就可以拿到了这个奖项 还有就是我也是一个IPTFA 就是一个国际注册的健身教练 跟国际注册的营养师 我是在安利里面比较放心 就是在这个营养方面去做了 还有我是澳门营养学教楼协会的理事 现在也是安利的直系 就是钻石直系介绍商 这个就是我的IG 你们也可以follow一下 我们可以多多交流 还有我太太的IG 在我开始分享今天的内容之前 首先就是谢谢TQG系统 邀请我今天就是来分享我的故事 也是可以跟你们交流学习了 OK 我在旁边有一台手机 我也看到你们的留言 看到很多 哇佛 永远 英俊 对不对 这个王 Coin 对不对 很多很多很多的 这个留言我也看到了 因为我本身是比较喜欢在台上 就是拿那个makeup phone 现在也要就是在social media 在这个zoom上 经常分享我的故事 所以今天我知道也要差不多3000位的 就是我们的观众来到现场了 应该有一些不止的是你们几个朋友 一起看的对吧 你可以就是有什么内容 你可以在这个流天室就是留言 我也可以看到你们的留言 我们就当初是一个几千人的舞台上面 分享我的内容 首先就跟大家讲一下我的背景 这个是我们的全家妇 都是我 我的哥哥 我的爸爸跟我的妈妈 你看到了我们整个家庭 我们拍照都不忘镜头的 只有我妈妈忘镜头的 我们经常说笑 就是越年轻的朋友就越不忘镜头的 所以我们说90后跟00后就不忘镜头的 所以我的妈妈在我们的家庭上是最大的 她也是照顾我们整个家庭非常好了 这个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照片 我是出生在一个比较普通的家庭 我的爸爸是做澳门比较有名的行业 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哪个澳门 你只是可以讲广东话 我讲普通话了 普通话你们听得开心一点 广东话都得给 广东话都得普通话也可以 我的爸爸是澳门做这个博彩业的 我妈妈就是负责照顾我们两兄弟 所以我们全家的感情都非常好 这个是我们从小的一个照片 这个是我的哥哥 这个是1993年的时候我们拍的一个照片 很久很久之前 我跟我的哥哥是非常好感情的 好到什么程度 有一次我的哥哥就跟我讲 我弟弟我们那么好的感情 不如我们就买一张双人床一起睡 因为我们小时候家里不是很大 就是我们广东话就六甲床 一个睡上面一个睡下面的 然后我哥哥都跟我讲 哎呀好像有点不舒服 买一张双人床 我跟你就睡在一起 是不是晚上聊天的时候就更开心了 然后我想了一想 当时我三岁而已 我就跟我的哥哥讲 我怕我睡到半夜的时候 你抱着我我抱着你了 我怕我抱错地方了 所以我就不跟你这样了 我就觉得两个男人一起睡怪怪的 所以就没有答应我的哥哥 但是从这个生活的小碎片当中 你就可以看到 我呢跟我的哥哥感情非常之好 他从小呢 教育我很多做事啊 什么做人啊 人机关系 他十岁之前就已经把我照懂了 所以现在也不知道我哥哥在不在线上 你们可以掌声送给我的哥哥了 他也是我一个非常非常生命重要的人 长大之后我们两个呢 他现在呢也一起发展同一个事业了 其实为什么讲那么多我的哥哥呢 因为我哥哥就是我按力的直接推荐人了 OK 这个就是我们去到台湾的时候拍的一张照片了 右上角那一根就是我们有两个 枯笋在我们的头上的 是我们去到美国的时候 在机场拍的一个照片 也是按力邀请的旅行了 我跟我哥哥的非常好的感情 所以我跟我哥哥有什么事情都经常拿出来聊的 为什么我讲那么多我的哥哥呢 其实呢就跟我们发展按力的故事呢 有一点就是接触的 有一点那个信息的 我从小的时候呢 因为我身体不算太好了 但是我很喜欢去做运动 因为可以锻炼身体嘛 在大概十岁左右的时候呢 我呢就我的哥哥就带我去到一个地方呢 就开始做运动了 我觉得啊挺好哦 就是我开始做一件运动 遇上运动了 就是乒乓球了 不知道大家就是现在在荧光墨上面呢 有没有运动员 运动 is the best 对运动 is the best 我在十岁左右的时候呢 就开始了去锻炼身体 就打这个乒乓球的游戏 我记得那个时候呢 我经常锻炼 每天呢 上课的时候就在学校去到我们的球队 就开始训练我们的身体 就是每天训练大概三到四个小时呢 然后就参加这个阿门乒乓球的公开赛 每一年都几百位选手 我呢就连续参加了六年六年的时间 每一年比赛呢 我的成绩都是第一轮就出局了 就输了 所以你问我怎么赢球呢 我讲不到给你听 但是你问我怎么样去面对失败呢 怎么样输球最快的方法呢 我可以立刻告诉你啊 然后呢 在我十八岁左右的时间呢 那一年呢 也是我准备要上大学的时候 那一年是我最后参加阿门的乒乓球 公开赛的机会了 那个时间我就觉得 我很想拿一点成绩出来啊 因为我每天都锻炼 每天都锻炼 但是我输球啊 为什么我赢不了呢 然后呢 在那一年的时间呢 我的生命当中就出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的哥哥呢 给人推荐了发展案例 那个时候呢 我每天都锻炼几个小时 几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呢 我的就是脚关节啊 我的脚啊 就开始疼啊 就是在那个 膝头锅啊 广东话 普通瓜叫四盖的位置 就开始有一点声音 拍拍声出来了 那个时间呢 我就就是在街上走走 走一下的时间 突然我的四盖会拍一声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到那个超级市场 买东西喝的时候呢 然后呢 我就拿那个零用钱 就给这个收银的那个意义了 然后在他的面前拍一声 他说小兄弟你没事吗 我说没有事 我的脚已经惯了 经常会响了 好像有一个喇叭在里面 然后呢 我就觉得哎 没什么事呢 但是我继续每天有这个体能训练 就开始有一点疼的感觉了 然后呢 我也用过一些什么护腕啊 怎么用一些就是 什么肌肉袋啊 就抱着他 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效果 有点不舒服的感觉 我就想啊 这样会影响我们运动员比赛的那个状态了 对吧 我想今天那么多的朋友 应该也有做运动的朋友了 然后呢 回到家里了 我哥哥就知道 哎你的肆盖不舒服啊 刚好我发展案例 有一瓶呢 叫做Cocosimin 应该你们叫做 肩膜进化了 这是葡萄糖胺 就是这个了 今天我也带了这个 这个应该在马来西亚 我刚刚也Google了一下 你们有这个产品 就是对我的肆盖的关节非常好 然后我哥哥就送给我吃 我吃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 我的脚了 就没有再想过了 不是断了哈 我的脚还在 但是没有再想了 然后用了大概两个星期 我的脚 突然感觉好了很多 然后我就继续训 训练的时候 我的脚开始不疼 然后我就回到家里 就问我的哥哥 这个产品挺好的 还有没有其他的 他说有很多啊 维生素B啊 维生素C啊 Q10啊 蛋白粉啊 就是柳翠来的产品 然后我就讲了多少钱呢 他说不用钱 哥哥无限量送给你吃 所以你们就借助你们的奖赏 送给我的哥哥了 他当时是我的柳翠来供应商了 然后我就问他可以吃多少啊 他说你要吃多少 你就可以吃多少啊 所以我那天呢 那几个月比赛的时间呢 我就吃那个Q10啊 Q10啊 我这一天吃到9到12克 这个坚落精华 一天也是到9到12克 所有都是免费的 我觉得我哥哥呢 四个字形容他 投资正确 所以今天呢 他的主类就出到一户钻石出来了 所以投资是不是很重要啊 当然呢 我用完这个产品之后呢 你就看到我的上片的右上角 是不是我就在比赛的时候 那一年是2008年 我就参加澳门的乒乓球公开赛 在那一年呢 我记得呢 有几百位选手 我就进了8强 已经赢了很多强比赛 去了8强的时候 因为只有最后的 澳门的8个选手嘛 都是有一定的那个实力的 然后我最后就是8强 进4强的时候呢 乒乓球的比赛呢 如果你没有看奥运的时候呢 也知道呢 他是打11分的 然后呢 是打三局两胜 谁先拿到三 5局三胜呢 谁先拿三局的话呢 就赢得那场比赛 那个时候我的比分呢 是落后了2比0 还有落后了9比7 什么环境 就是你再输两球的话呢 你就没有那个奖项了 又输到了比赛 但是在那个时候呢 我就看我的对手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运动的朋友 我知道马来西亚也有很多做运动 好厉害的这个运动健壮 我也要看那个奥运 你们在比赛最关键的时候 有什么身体反应呢 会不会流汗 会不会紧张 会不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比如说头晕啊等等啊 以前我在比赛 经常会有这个 手会抖啊 脚会抖啊 的感觉 但是那个时间呢 我没有这种身体反应 相反 我看我的对手呢 他好像有点手很抖的感觉啊 我就想了 是不是我有吃柳翠来 他没有吃柳翠来呢 所以那一次的时候 我就连续赢了4分 最后反胜呢 赢了3比2 从而呢 在那一年的全澳门的乒乓球公开赛呢 就拿了前四名就是亚军的一个奖项 在那一次之后呢 我就觉得 真的挺不错啊 这个产品帮到我自己 还有把我输了那么多年的仇呢 命运一刻就改善了 所以那个时间 对我的那个产品感觉 是非常非常好的 在那一次之后呢 我就开始问我的哥哥 这个产品挺不错 是怎么样的 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场OPP 我就了解到案例是个怎样的事业 我呢 是在澳门科技大学的工商管理毕业的 我们澳门大学上呢 是一个基本的那个概念 每一个大学生出到来的时候呢 都会想那个前途问题 那我就想呢 那个时候我是大学一年级嘛 刚刚是大学一年级的时间 我就想了4年的大学 我不想就是读完4年大学之后才重新开始 然后我就去到案例的环境 去到我们一个成功岭啊 一场大亏 就好像现在一场大亏 然后一场大亏了 我就开始看懂了这个案例事业 是个怎样的事业 在这个合体教当中 你看到我在哪里吗 我就在这里了 看到嘛 红四圈圈的右边的那一个 你看到我当时候是准备 去完这个大亏 就准备去练球了 因为那个时间是差不多 我要比赛的时间 但是去完这一场会议 我就看到挺不错耶 这个事业 我就决定要来试试看这个事业 然后呢 在这个事业里面呢 我就遇到我的恩师了 我要两个的恩师 一个呢就是何金龙 张梓华 一个呢就是我们的FC啦 就是张老师 张培光 赵丽也FC 他们也是我的领导人 我的老师了 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 Albert跟Angel 他就是我们澳门的双证词啦 当时候应该是香港澳门 最年轻的双证词啦 他是我的哥哥的直接的推荐人 这是何金龙Albert 介绍我的哥哥 我哥哥介绍我的 我们的关系是这样的 你看到我们经常要说 模仿是最容易成功的 你看到我跟Albert呢 他那个西装呢 他在哪里买 我就在哪里买的 你看到我们的那个外套 是一模一样的哈 我也是copy我的领导人的 所以你复制你的领导人 复制你的上线 你就可以成功啦 呃 今天呢我就不讲太多 我在发展的时候呢 入到什么问题 但是我知道今天来到现场呢 应该有不同的几种朋友 第一种朋友呢 应该是已经在发展当中 OK 很认真的 要攻击 要冲奖险的 像翡翠鑽石街啊 等等 另外一种呢 应该是我们叫做中朋友了 刚才是老朋友 中朋友是什么中朋友了 就是你听完 听完觉得挺好的 挺不错的 但是在考察当中 但是我最想欢迎呢 是第一次参加我们会议的新朋友了 新朋友呢 我觉得应该也有几种了 有一些比较成熟的 有一些比较年轻的 在我现在的安定的团队里面呢 有年轻的 有成熟的 有专业人士 什么人都有 但是我当时候发展的时候呢 是比较带动年轻市场比较多的 因为我是在18岁的时候发展这个事业嘛 不知道你们有遇到什么 不同市场的问题呢 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也可以在这个聊天室当中 发出来给我看看 你们是年轻市场 遇到什么问题了 当时我发展的时候 也遇到不同不同的问题的 我也总结了几个 就跟你们简单去沟通一下 你们觉得年轻人怕被动摇吗 什么叫做怕被动摇吗 我就问大家一下 比如说他觉得一个事业挺不错的 他跟他的同学 他的朋友讲一下 他的朋友说 哎不好的不好的 亏不亏他就放弃了 我也觉得挺有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呢 发展从定位开始 这个logo呢 我相信不是马来西亚 澳门的 应该全世界都是这个logo的 你看到右面呢 是不是男 女的是不是左边 就是你们去厕所 首先的时候就看到这个logo了 我问一下 今天呢 我们在场有几千位的朋友 有没有男生的 有没有女生的 我就问你一下 今天你是男孩子 我就问你 你确定你是男孩子吗 你会不会证明给我看 你怎么证明呢 没办法证明的 给你看我是多一点都是的 你不会这样的 对吧 所以我就讲了 我们发展一个事业 要定位清楚 你自己的性别 你都不会乱来啦 我是男的 我是女的 你不会哎呀 我今天起来了 我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吃到死手间 我应该是女的还是男的 你不会这样嘛 对吧 我们做一个事业 我觉得你进来之前 你要等位正确 究竟你今天是做什么事情 我觉得年轻人也是这样 你要定位 你要定位自己 我今天是什么那种 不容易伤心啊 我说男男生还是女生 应该这件事情 我很确定 我是男生来的 再问你们了 你觉得年轻人 容易分心吗 什么是分心啊 我就给你们看看 我当时候时间在哪里 成就在哪里 什么呢 我当时候有非常多 非常多的一些事情要干 比如说我要打拼砰球了 这个已经用了我非常多的时间 你是不是要读书啊 在大学的时候 我读书也算OK啦 也挺不错啦 OK 社团呢 我们澳门有很多不同的兴趣的社团 比如说我当时候有玩那个变魔术 我是澳门的科技大学的 魔术社的创办科技研之一了 还有很多很多的 比如说我会不会拍拖啊 就是认识女孩子了 也用很多时间的这个 对不对 还有很多很多兴趣的 比如说你们会不会 翻part time 就是做兼职了 我当时也有做兼职的啊 比如说我乒乓球会 做那个囚禁啊 就是做那个裁判啊 很多很多 还有找同学玩啊等等啊 在家里也很多东西要玩啊 现在你疫情的话 是不是有很多很多要做的事情啊 但是我觉得呢 你定位正确 你现在是做你自己的事业 你要做一个好的事情的话呢 最重要你一定要focus 你要专注你要做的什么事情 那我们讲就容易 怎样专注呢 你可以也跟大家讲到 现在我们在疫情当中了 现在我就是在这个看着电脑 就可以跟我们马来西亚那么多的朋友了 就是看到你们的那个内容了 你们的手机啊 我就问你们 你的是这个工具还是玩具了 你就看咯 我们现在有很多apps 有录音啊 有Netflix 有YouTube啊 有IG啊 有Facebook等等 你哪里的工具 就是哪里的 我们叫手机呢 你是每一天看到你的手机 它是你的工具 还是玩具了 我们每一个人呢 基本上啊 我想每一天啊 都不会小个八到十个小时 在你们手机上的 我当时候也是这样的 我很喜欢看电影啊 很喜欢看YouTube啊 很喜欢看很多TVB的啊 你们也看TVB 我很喜欢看马来西亚 不同的YouTube版的影片的 但是我自己也定位正确 现在我是发展我的事业 所以我呢 就经常看我的手机 看最多是什么 就是我的schedule 我的那个形势力 我要干什么 我要做什么 看IG我也会看 但是我看IG 是会跟我不同的伙伴啊 不同的顾客去沟通的 所以我要问大家 你的环具 你的手机是环具 还是工具呢 还有呢 我就问大家 一个核心价值是什么 这个我经常会 跟一些朋友去分享啊 你看到有不同的价值 比如说额外收入啊 创业的机会啊 经济保障啊 什么健康美丽等等 有很多很多的价值 在画面上你会看到很多 比如说今天也有一些新朋友啦 你看到画面上有很多很多的内容 比如说现在呢 我要你们呢 挑三个出来 你会挑哪三个呢 比如说经济保障 是我提升 还有那个实现兴趣对不对 那我有很多的朋友 他也会这样想 哎我选了三个 但是他选完三个我就问他 那对你来说最重要最重要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他们就跟我讲 最重要啊 尽心保障 就很多人 他立刻知道自己要什么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年轻时候发展的一个朋友了 报道父母 这个很孝顺啊 我也是可以讲很多关于我父母的内容呢 一会 还有financial freedom 这个挺不错呢 还有很多很多 我自己对我来说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这个实现自己的舞台了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习惯舞台的一个人来的 就是可以表现自己 有一个可以叫做被重感了 非常专重的感觉 这个也是我发展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价值 拥有自己的事业了 但是这一版呢 你就可以跟一些新朋友问他一下 其实你最想要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OK 这个是我的上手FC了 就是Anita了 她跟我们讲了 你的个人成长啊 永远要大于你的生意成长 你一定要找到 究竟你要为什么发展这个事业 还有你要不断的不断的 就是好像这个计刑车一样 有人说呢 怎么样可以很稳的那个计刑车呢 你慢慢才不稳的 你一定要很快很快 所以年轻人呢 有一个朋友就问我了 当时候 阿俊 比利 你18岁要说要上钻石 别人三十八四十八五十八岁的也要上钻石 你凭什么可以上呢 当时我就跟他说 我是18岁 但是很多58岁68岁也要上钻石 他们的经济实力 他们很多的工作量都 什么人脉啊 什么社会经验都比我多 凭什么我可以赢这些朋友了 我说凭我自己的学习能力 我每一天花很多很多的时间 在自我提升跟学习的地方 比如说我每天都会看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书籍了 那这书籍我看的不几次了 每一本都看了很多次了 我们说了有一句话叫做Leaders are readers 我们说领导者必定是阅读者 你一定要提升你自己 不然的话你是没有实力 是带动一些比你厉害 比你成熟 比你经济能力更好的一些人的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 我一定要努力提升我自己 因为我觉得玩的话 我可以成功以后 我大把机会去玩 但是我在年轻的时候 因为年轻成功 是不是将来玩的时候 玩的机会就会更多呢 这句我觉得非常好了 这个是我们看到一个不错的一个句 就送给大家 我们说收藏书不难 能看为难 看书也不难 能读为难 读书也不难 能用为难 能用也不难 能记为难 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 年轻人发展你自己的事业 不是只有案例 而是你要发展你自己 属于你自己的事业 一定要不断去成熟 不断去提升你自己 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年轻人 一个要有事业的人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当然我就是现在在疫情当中 也会跟不同的少组 也会开他一些不同的读书会 这个是我们之前 我们要提升自己 我们是做一个就是530 就是每天5点半起床 就一起看书 看完书就一起分享 分享完了我的伙伴出去 就是上班等等 我就开始做我自己的事情 因为我不用上班了 我早上都做很多 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但是我也觉得 现在在疫情当中 也可以运用你的社交媒体 刚刚我也听到 我们双专时就是 路波边路级 讲到很多社交媒体的内容 你们可以用一下 现在是线上跟线下 也可以结合是发展你的事业了 讲一下我自己奋斗的 一点点的内容 A60是什么 就是案例的60周年 在几年前我就听到 有这个不错的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年轻人 他做一件事情 一定要有一个原因的 我呢 来了案例的好几年了 没有什么很大的成绩 只是来学习 只是来享受环境 但是当我知道这个A60的时候 我就跟我自己讲 跟我自己讲 我一定要去到这个A60 我要在案例60周年 给自己有一点的提升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就加大我的工作量 就是利益大致的做小事 我们说呢 年轻人年很高 但是手一定要放低 我们要找大实地 去做一点就是 找大实地的工作了 就开始不断地见新人等等了 其中一次呢 因为我在我A60那一年之前的两年 我就上了就是香港澳门的 也是第一户了 走龄后的翡翠了 就是有三个部门三组先脱离了 然后那一年 因为我当时候还没结困了 比较比较小了那个时间 然后我还没结困 但是我每一年都可以去到 案例的那个海外旅游了 所以我就带了我的爸爸 这个是我亲生的爸爸 就是我旁边的那个帅哥了 就是跟我一样帅的了 然后我们去到这个澳洲的雪梨 就认识到就是看到我的老师 就是Anita Clement不知道你们应该是认识她的 Anita也有帮马来西亚经常分享 她就跟我的爸爸聊天 我的爸爸经常听Anita的名字 因为当时我还没搬出来 就是自己房子的时间 我就经常在家里 就播那个录音 经常Anita的声音 就是在我的家里经常放出来的 然后Anita就跟我的爸爸讲 你好啊第一次见面的Uncle 第一次见面的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就说 我不是第一次见你了 我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在我的家里的 然后呢我的爸爸 就跟Anita Clement一起吃饭 一起聊天 然后呢因为在那一年是2017 18年就是那一年了 我的老师Anita Clement 就跟我的父亲吃饭 然后就问他 你知道你的儿子就是我了 有很大的目标吗 他要上钻石 因为香港阿门现在还没有90后的钻石 然后我的爸爸就问 那那那那 我的儿子现在是怎么样的状况啊 他说他已经有五条线了 他还插一条腿 就脱离就可以上钻石了 然后我爸爸就问了 那一条腿是谁啊 然后Anita就跟他说 是你啊 这个是你啊 你是他第六条线啊 因为我爸爸就说 原来是这样的 我已经来了阿尼那么多年 但是我不知道 我是我儿子的第六条腿啊 然后我就望着我爸爸 是啊 你是我的第六条线啊 我就查理 你要努力 我就是刚刚好 就是一起完成这个大目标 所以我的爸爸回到澳门之后呢 去完这一次澳洲的雪梨旅游了 他就开始带动了 这一群都是我爸爸跟妈妈 带动出来的市场 你看到左下角呢 是我的爸爸拿着手机呢 做我们吃饭的时候 他跟这个吃饭的那个老板呢 就跟他讲OVP了 就开始带动很多亲戚啊 朋友啊 也把他的市场了 在澳门延伸去到香港了 然后也用很多物人网去发展了 你看到右下角了 这个是同一个人来的 他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 我都帮他讲到六公斤了 就是六KG了 然后从现在我都重来 只有三年的时间 都没有看过这个女孩的 但是他呢 他也是就是已经长到六公斤 我跟他经常在WhatsApp 我就叫他怎样去签题啊 怎样去做体重管理啊 但是我现在一次也没有看过他 他这个照片他发给我 但是他在我香港也非常稳健的生意 也是我爸爸带动出来的 所以我爸爸呢 在那一年2018年呢 就完成了直系级烧商 他也是我的弟弟呢 其中一户 这个是我们在香港 3000人的表扬大会 所以我的爸爸妈妈也去到台上分享了 所以在那一年呢 我们就顺利就完成了 香港澳门的第一户90后的钻石了 然后呢 就是香港阿力公司他也看到了 原来我们当时那一年呢 不是香港澳门第一户的钻石 是大众华区就是香港澳门台湾 跟中国内地的第一户的90后钻石 就是在2018年的时间 当然呢 现在也有不同的朋友也是在努力当中了 但是那一年也是个记录来的 我们就打破了香港澳门跟大众华地区的记录 我们就完成了这个目标 当然呢在过程当中你要不断努力不断努力 这个是我们倒数的时间呢 我觉得目标世界化非常重要 我们当时就跟我的哥哥嫂子 跟我的老婆 跟我四个就在这个门店拍了一张照片 我的手机的那个wallpaper 每一天就倒数我要努力工作 我一定要拼到这个钻石 所以我们就2018年的时间 就完成了这个钻石了 然后呢我也做了一件创举了 就是我完成了之后那个晚上 我觉得我在事业上已经达到了一个 不错了一点点的成就 但是我觉得我人生呢 也一定要对我最重要的另一半 要做一件怕终生难忘的事情 还有我也是经常看TVB的嘛 所以我都学到很多的东西了 所以我就在那天的晚上呢 我们完成了钻石 跟团队庆祝完之后 我就跟我的太太求婚了 OK 然后我就跟我太太了就完成了 所以在那个晚上2018年的那个晚上呢 我就同时完成了两件 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完了钻石 第二件事情就囚了困了 我觉得就是因为一个很好的旅人 就跟在我们身边一起去打拼这个事业 我一定作为一个男孩子呢 一定要对老婆好啊 在座的男孩子跟女孩子 你们认同的可以给我一个鲜花跟佛跟奖声啊 在留言区 我觉得啊 马来西亚的男人也是非常疼老婆的 我觉得啊 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OK 然后我就找了很多我的伙伴出来咯 就给了我老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就是这个惊喜了 我觉得男人做一件这个事情 你就可以长一辈子了啊 有时候两猴子啊 吵架的时候 你就跟老婆讲 我要求婚了 你不要打我 不要骂我啊 是不是很好啊 这个 所以做一件事情啊 你这个完成一辈子了啊 这个很重要的 做一件事情 然后呢 我就跟我的太太在那一年呢 我也就是完成我太太的一个梦想了 我也是我自己的梦想了 我们就去到台湾的这个北门的水晶灶堂了 这个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 我们就在神父的面前就完成了这个 我们一个梦想啊 就是在水晶灶堂行李咯 你们现在在Facebook打那个台湾 北门水晶灶堂了 就是台湾的水晶灶堂 王冠大使他的一个景点啊 你看到那个wall paper 就是我跟我太太的kiss的那个照片 就是封面来的啊 你们可以在Facebook search一下咯 然后我们就在台湾注册了 就签到我们的名字了 ok 然后就水晶灶王冠大使 他就为我们两个了 就做了一个劫法这样 就是跟我的头发 跟我老婆的头发了 就绑在一起了 就放在这个印象上面 这个就是结伐夫妻的意思 是非常甜蜜的故事了 然后我们那次的坤里也是非常 就是很大件事呢 你看到台湾所有的报纸都有那个报导了 就是我跟我太太的报导 就是不同的一些新人啊 因为当时我们是四对一起结困的 中国大陆 越南 泰国还有澳门了 我们四个地方一起去结困了 这个也上了一个很重要的报纸了 然后我们就是去到台湾的国际 就是我们的系统的联会上 我们是在那个联会 全球的安地兄弟姐妹们之前 就是他们的见证上 我们就结困了 所以那一年是我们非常开心的一年了 这个是我们有三户的FC 就是把那个结困证书就办给我们了 就是在Edita Clement 随时上王冠大使 还有韩国的Vishman 三户的王冠大使面前 就见证了我们两个的结困典礼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在案例里年轻成功 你就可以做很多很多这样难忘的事情 在你的生命当中 女孩子男孩子 这件事情绝对可以实现的 当然我们的伙伴也学我们了 我们全都是年轻伙伴 所以很多都要 就是领导人做什么 他们就做什么了 所以我的伙伴你看到 现在他们有一对 就是帮忙求困的队伍了 我说我们也可以 看一家公司搞那个困理统球也可以打 你看到左边是两个男孩子 他们在彩排 这件事情是在我们整个团队也经常做的 这句话我觉得非常好 古神帕菲特曾经讲过 困阴是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决定 衡量有成功的标准 不是你有多少钱 而是有多少人爱你 我知道在马来西亚应该也有不同的朋友 应该今天我分享也可以帮到你们 你们心中也可以爱我一点 这样我的幸福感也会更多一点 OK 就跟你们讲一下我跟我太太的故事 OK 你看到这个是我们2007年 我跟我太太是很小时候就认识 我们是在读书的时候就认识到同学 你看到我们在哪里吗 我跟我太太 我们的一张合照都是在这里 OK 我们两个都是那么 就是一个笨笨的小时候的时间 但是我们两个就是在 我们读书的时候认识了已经 我们是在校友会就是学校的聚会 重新就认识了 然后我们现在都讲大成人了 这个是我们两个现在的交验 就是我跟我太太一起去打拼这个生意 如果没有我太太的话 我绝对完成不了今天的这个 我们叫做这个案例的事业了 所以也想借助你们的奖声送给我的太太 我太太也在我旁边 OK 她也在默默支持我 OK 我看她在案例里面是非常专业 在这个她们的美容当中 你可以follow她的IG 她也经常会发很多她的内容出来 然后呢 因为我们在澳门发展案例事业 台湾就是不如台湾 香港还有马来西亚 你们的人口也非常多 马来西亚的人口 我昨天google了一下 你们有3000多万的人口 但是澳门市场只有60万人口 60万人是你们的多少倍的小啊 是非常小的一个市场 所以在澳门做案例是比较难的 因为很多人呢 你跟她讲她都听过案例了 人口非常小 但是我们在应该算是最小的人口了 完成了钻石之后了 案例公司就跟我们讲 哇那么难的一件事情耶 所以我们就两场的钻石表扬大亏 一场在澳门 一场在香港 澳门的表扬大会就是这一场了 然后就是带到我很多澳门的伙伴过来了 然后我们也很多亲戚朋友 六个部门等等 都在台上一起拍这个合照了 然后香港案例公司的总经理 也来到现场跟我们庆祝 OK 然后我们去到香港了 也三千人的表扬大会就是在舞台上了 这个是我跟我的太太了 然后我们就在三千人的表扬大会 就跟我们的分享我们的演讲的故事 这个是我们的Family了 为什么叫Family呢 家庭了 因为Family F-A-M-I-L-Y的意思就是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 我觉得一个家庭你一定要有你很好很好的一件事情 可以帮到他们了 我觉得是违馈父母了 这个是我跟我太太 我哥哥跟嫂子跟我的我跟我爸爸 我觉得子女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就是荣耀 你看到今天我想在做 就是这么多的观众 应该有年轻人的而是父母了 我跟我太太也会有生孩子的那个准备 也一定会当父母了 我觉得呢我们就是做父母或者是做子女了 一定要孝顺父母 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在安利里面一定会学到 然后我呢就是安利里面我比较早了 就有一点成绩了嘛 所以我就是参加了安利几年之后 我就完成了这个DD跟Q12DD了 就是海外旅游了 那个时间呢我呢我就跟我的 因为我当时还没结婚嘛 我就跟我的带了我的爸爸跟妈妈了 我的哥哥跟嫂子 都带他们的爸爸妈妈 就去到这个地中海的邮轮了 当时我的爸爸妈妈还没听过什么是安利 他只知道安利有旅行去 我就带他去到地中海邮轮 然后呢就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了 这个是第二次的 我就邀请我爸爸妈妈也去到这个 印尼的巴黎岛了 OK 阳光于海滩 然后呢我爸爸跟妈妈也 哇 非常开心了 然后呢就回到房间 因为刚好是我爸爸的生日 安利公司就把那个生日蛋糕 庆祝蛋糕就送到我爸爸面前 然后帮他庆祝生日 当时我还没结婚 但是我觉得真的非常好 如果我作为一个父母看到我的儿子 经常带我去旅行 我觉得也是一件挺不错的事情 我爸爸跟妈妈也去到安利的旅行 就差不多六到七次以上了 所有都是免费 都是我的父亲邀请他去的 这个是去到柳西南 就是柳西南的王后珍 还有澳洲的雪梨 也是我免费请我的爸爸妈妈去 我的爸爸妈妈 他从来没有去过安利的会议 他第一次去安利的会议 就是安利的海外旅游会议 然后回来就问我了 儿子什么时候还要安利的旅行去 我就跟他讲 你努力一点 你可以免费 每一年都可以给安利邀请你去的 所以我爸爸妈妈现在退售 以后也是努力发展安利了 然后在我的钻石表扬大会 其中一部分 在三千人面前 我就邀请我的爸爸跟妈妈 然后上台分享他们 怎么看待我安利的事业 我觉得全场的父母 我爸爸妈妈从来不上台的 但是上到台上的时候 我的很多的兄弟姐妹伙伴跟观众 就送了三千人的掌声送给我的爸爸跟妈妈 然后他们两个 我有一个钻石的朋友 他看到我爸爸当天晚上 他是有眼泪流出来的 我觉得趁年轻成功 你就可以把很多很多的荣耀送给你的父母了 然后就在总经理的安利公司的总经理的面前 也一起拿到这个钻石的掌牌了 旁边三个都是我爸爸妈妈带动出来 香港的一些亲戚朋友发展的这个事业 然后呢我觉得海外旅游也是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价值呢 虽然现在疫情去不到旅行 但是我们每一年安利 依然会安排很多这个安利的旅行 现在我去因为这个还没update 但是我也统计了一下 安利公司邀请我去到全球的各种的国家地区 已经超过30个国家地区了 你在那个手机上也可以看到 所有都是免费的 给你们看几次我觉得挺不错的 第一次我去到安利的A60的那个旅行 我呢当时就收到一封信了 它说全情人的那个就是传承你的事业给你的下一代 我就跟安利公司讲 我们20几岁而已还没有下一代 但是我们就看到安利公司 它会准备一个传承人计划 所以这个生意真的是一个生意 你可以把它给你的下一代继续发展下去 这个就是安利公司跟我们的partnership 复伴关系的一个价值 这个是A60的时候去到房间 这个是安利公司送给我们的一个礼物 我们就拍了这个照片 弄这些礼物我们搞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才拍到这张照片 拍到好吧 好就可以给我一些线跨了 OK 还有我们就去到这个雅达城了 我最喜欢安利的就是这个C大即时 都是不同的这些价值 OK 我觉得安利最值钱的地方就是这四代即时了 去到我们的安利公司的那个闯房了 就是安利美国的这个总部了 然后呢我们在A60的时候就完成了 钻石就去到拉斯维加斯了 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的地方 然后回来之后呢 不到时间就去另外一个旅行 就是亚拉斯加 就是去到北极圈 乘那个邮轮了 然后呢我们就去到这个北极圈的外围 你当然要拍一些这个浪漫照片了 对吧 我跟我的老婆就是在这个北极圈拍这个浪漫的照片 这个一定要做的事情 男孩子要学点东西 然后呢这个在邮轮上 我就拍那个昆沙照 非常开心的昆沙照 然后当然了我们年轻 年轻市场 年轻的一些伙伴 我跟我太太拍这个照片的时候 当时的天气是零煞三四度的事情 中美都是环游我们都是那个冰山 然后你猜我当时那么浪漫的情况 我就跟我太太讲什么了 你看到这个照片 我就望着我的太太 看着她的眼睛 我就跟她讲 好冷啊快一点 然后我的太太就跟我讲 女孩子要漂亮的时候是不怕冷的 是不是我们很搞笑的一对夫妇 当然了我们不要 不是只有一对的伴侣拍这个昆沙照 我们所有的伙伴一起拍这个昆沙照 是不是很赛呢 我觉得这个照片 你们把那个太阳眼睛也要小心一点 会破掉的 OK 我觉得现在疫情 真的要在疫情之前 你的事业 我相信这个疫情一定很快过的 过的时候我们一起去旅行 我们在不同的市场也可以看到大家 好不好 就是安利公司的地方呢 就是做演讲了 OK 就是安利公司邀请我们去到不同的地方 去演讲 你看到是不是很多地方 比如说八千人啊 九千人的不同的地方 去到演讲我们的故事 OK 右上角呢 就是办韩国的团队演讲了 左下角呢 就是在香港四千人面前演讲了 中间就是安利公司邀请我们的演讲费了 OK 我觉得呢 那年轻人呢 他是需要一个舞台 可以了有无限的发展空间 然后呢 我觉得呢 在舞台上 年轻人你可以表现你自己 就是要一个被重的感觉 我觉得呢 被重感呢 因而可以用哭来争取 成人呢 可以用生命来争取 什么意思呢 有没有听过 死都要面子啊 很多古代的历史 很多的将军啊 不同的男人 女人等等呢 都需要面子的 他们用生命来争取面子 但是安利公司 会把所有的尊重 所有的面子都送给你嘛 然后呢 我也觉得挺不错呢 因为年轻人成功嘛 就去到不同的城市去演讲了 这个是台湾台中台北台南的群回演讲了 也实现了我这个二十几岁 就去到不同的国家地区去演讲了 还有呢 因为在安利里面 我学到很多很多的这个演讲跟主持啊 的一个经验啊 不同的舞台经验 我也非常喜欢表现自己的一个人 所以当时候呢 我就参加了澳门呢 每两年呢 就可以有一阶的澳门主持人大赛 当时候是5号的参赛者了 我就试一下自己的实力 是不是只有在安利完经 不错呢 然后就把这个实力 安利学到的东西去到外面参赛 然后在那一年呢 我就拿到了全澳门的主持人 演讲大赛的总冠军 然后呢 他是拿了两个奖赛 就是最具人气奖跟总冠军 我觉得不是自己很厉害 而是用安利这个环境 你们的领导人 他可以把安利所有的能力 培养到你专业 成为一个人才 OK 然后我就把这个内容呢 也带到我们的团队当中 都教他们讲话啊 怎么样拿话筒啊 怎么样做培训他们做 这有主持人了 然后我觉得呢 你有能力 你要违馈你的社会 然后我就去到我读书的中学 跟不同的大学呢 就教他们的学生怎么去演讲啊 怎么去跟他们沟通的一些技巧了 当然呢 也可以在里面呢 推荐一下 跟他们讲一下OPP咯 还有呢 我觉得我发展这个事业呢 其实我安利的事业 应该有60%左右吧 都是做大健康 做柳翠来的 我自己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这个内容 就是做健康事业 就是做体重管理 跟这个柳翠来 因为我本身是运动员出身嘛 我是乒乓球运动员 但是我们经常做这些 体重管理的培训呢 带动市场去运动了 然后就非常多的案例了 就把他们就是 剪的重的时候啊 他们本身没有发展这个事业 但是被迫营业啊 就是被 就是他们就受了很多人问他们了 他们没有发展都变了发展了 成为发展者了 我就这样去带动我周边的市场了 然后我就 因为我本身是做很多乒乓球的训练 但是我没有做过健身的 因为我很瘦很瘦 所以我就考了那个专业的健身教练 去到澳门的旅游学院 就认识了很多很多的健身教练 现在我这里也推荐了三个人了 他们有一个部门也 现在也在线上听到我的分享了 他们有几十个 已经几十个的朋友去一起发展这个事业 也是透过柳翠来了 现在我的lifestyle 就是每天的吃的不同的蛋白粉啊 不同的就是 因为我很瘦啊 你看到我现在胖了一点 给你们看一下我以前的那个照片 这个是我还没就是做运动啊 就是之前的照片很瘦很瘦 当时候最瘦 但是你们看到我现在看不到我的身材了 我是183cm 就是1米83高 非常瘦 我当时候只有62公斤 如果我在你旁边走来走去 你会觉得有一条猪 一条猪肝飘来飘去的 是非常非常瘦的 但是我就是透过柳翠来了 我也挣了就是差不多12公斤的体重了 也开始做健身做运动了 现在是74公斤 OK 也是透过柳翠来了 也现在也把很多运动的文化了 都带到我们的市场里面了 就带动很多的伙伴啊 不同的教练啊 就是做这个健康事业了 然后我们也可以跟很多 因为澳门很小嘛 我们看到香港的领导人 也比较小的机会 但是我们也经常可以 就是做很多很多 线上的那个交商啊 线上的活动 左面就是刚好三天之前 就跟香港的Edita 香港的徐杰医生 不同的钻石就开我们的那个内容了 就经常去聊天 就是聊我们怎么发展这个事业 运用这个social media 不同的就是无国界了 没有地方了 现在我们说地球变小了 但是你的家变大了对不对啊 你的家庭变大了 所有的安地朋友 都是我们的家人了 就可以发展全球市场 OK 这个是我从一个人呢 到现在我长个团队 OK 从一个人到一个团队 这是我们不同的一些伙伴 我们的几天之前 我们的一个饭局 我们的吃饭的时候 拍了一个照片 其实呢 我今天讲那么多的内容 我不是炫耀 我只是分享我的故事 但是你们努力的话呢 你也可以带动一些 你们发展的伙伴 对吧 OK 澳门呢 跟你们讲一下 澳门只有60万人口 但是马来西亚 有3000多万的人口 你们一定可以做得更大 更稳 把你们的生意做得更强 对吧 我在澳门那么小的市场 也可以成功 也可以做得到 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做得到 最后呢 总结一下 我觉得发展案例呢 有三天 OK 第一天呢 就是你参加案例的那一天 但是你参加案例的那一天呢 不代表你是认真发展这个事业 第二天呢 你决心开始要发展了 可能今天就是你的第二天 但是我不希望今天你只有第二天 我希望你可以去到你第三天 就是你决心要算钻石的那一天 你一定要算钻石的那一天 你杀定决心 你要传逆以赴 你要拼命发展的那一天 勾起你心签 就是你今天是哪一天呢 你要跟你的领导人 就是发这条链接 跟你沟通的一位朋友 聊一下你发展的未来 怎样去干 A70 几年之后就算了 A70我一定会用JR以上的这个掌弦 一起去到 A60已经非常非常的精彩 A70是Baker and Better Why not you A70 但是今天如果你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 我挑战你 Why not you and your team 你可以带到更多的伙伴 完成钻石 完成钻石以上 一直去到拉斯维加斯 OK 所以 最后 Now is the time 希望呢 现在你们听完我的分享 可以启动到你们 我们呢 之后在安地旅行 在马来西亚旅游的时间 我们可以再见面 在互联网上面 也可以多多交流 最后呢 我的分享就来到这里 OK 我就把我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的主持人 谢谢 我的分享来到这里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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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